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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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阪天综合报道 其实这几天呢 很多地区都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但是呢 有句话叫做多灾心帮 于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也能体现出 我们这个民族的团结心 以及爱心传递的精神 是说到这个爱心传递呢 其实我们的乐阪天 也是一直致力 我们的爱心的传递 比方说我们的2015 玻璃能心慈善心 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其实我一直特别羡慕蜗牛啊 他作为这个活动的主持人 我觉得你能自己 身体地形献出爱心 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尊敬的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作为这个活动主持人来说 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我觉得吧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个山区当中的一对姐弟俩了 因为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因为生病啊 离世 离开他们 所以呢 只剩他们俩是相依为命 生活在一个 几贫离不到的 昏暗的房间当中 然后呢 吃的东西 大部分是以土豆为主吧 偶尔会得到邻居家 给的一些蔬菜 或者猪肉之类的 然后最感动的是 我还这样看到他们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 坚固的情况下 坚持读书 去学习 一边做饭呢 一边在那读书 写作业 所以为此 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们发愤图像里面 让我看到了 所以听完蜗牛这样一说呢 我觉得此情此情 就好像浮现在我面前 那其实 对于他们来说 我只有呼吁到 我们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广大观众朋友们 能够在有可能条件下 能够尽量多帮助 这些生活在困难当中的小朋友 也许希望有一天 他们能够早日成才 希望大家都能够 为了他们献出你们的爱心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我们这次的 2015玻璃明星慈善行 大梁山 马顺小学校的活动吧 2015年6月1日 娱乐乐翻天 2015玻璃明星慈善行 携手爱心大使苏醒 前往四川梁山 一度自治州 为这里的孩子 送去一份温暖 这里是成千上万个 贫困地区的所有之一 所有能够用来形容 贫穷的词汇 似乎都不足以描解 它的样子 而本次 我们所探访的学校 就是位于大梁山中的 马顺小学 经过八个小时的 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抵达 此行的目的地 也就是大多数人们口中 那个贫困落后 闭塞的穷山沟 活动当天 正好是六月儿童节 我们为孩子们 准备了许多礼物 并与他们一同上课 做游戏 孩子们似乎有种 与生俱来的魔力 那一副副 如同阳光般纯净的笑脸 仿佛能够醒醒我们 一路的艰辛 感觉在这里的孩子们 非常的简单的快乐 然后没有很好的 像城里的一些 很好的物质条件 但是内心很阳光 很积极很开朗 需要更多的人 去关心他们 给到他们 更多的一些帮助 没有舒适的环境 没有华丽的衣服 没有任何可炫耀的 物质条件 贫穷 是命运给他们上的 第一课 都说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 这里的孩子 大都早早地 担负起了生活的重担 早上我做饭 爸爸妈妈去干活 然后我做饭 给弟弟妈妈吃 然后我就来生生 在一个本应被人宠爱的年纪 这些孩子 用他们瘦弱的肩膀 撑起一片天 一边干活照顾家里 一边上学 在这里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家里这么多 土豆 还有玉米 花豆 火芋 一天吃三顿 这现在我们眼中 理所应当的事情 在这里 都只能成为了一种奢望 那你们一天吃几顿饭 两顿 早上一顿 晚上一顿 有点觉得 想不想有一天 可以吃下午饭 想 虽然生活物质条件 十分落后 但孩子渴望读书的心 却是如此强烈 为什么 读书是一件 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读书的话 可以去外面世界看看 世界是怎样的 是为了 赚钱 照顾爸爸妈妈 我觉得一个小哥 是想不好自己读书 眼前这三个孩子 是娱乐乐翻天2015 玻璃明星慈善行 原看海梦的帮助对象 是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中的其中几位 同时也是无数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写照 于他们而言 大海只是一个名词 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但是你走出帮助最想看的东西是什么 最想看的就是大海 还有飞机 火车 那你知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 你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吗 那一个个清澈又纯真的眼神 透着钻石一样的纯净与美好 那一幅幅天真又浪漫的笑容 仿佛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照亮着温暖着我们的心房 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大量身的马顺小学 看到可爱的这些孩子们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像现在一样健康快乐 你们的世界很大 绝不仅仅在一个村庄 也不仅仅在一个城市 也许很多年后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 可以去到更遥远的地方 看到更美好的事物 我希望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美好的 然后也把这一份感动 这一份美好分享给别人 珍惜你们自己的生活 然后珍惜大自然 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加油孩子们 感恩于心 感动于心 让我们用爱拉近心于心的距离 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 点亮山里孩子的未来 乐饭天综合报道 明星爱的大考验 熊带领带李光珠见家长 修杰凯 勇女万世俗 嫁静文俊臣顺便的 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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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也顺便可以吃一下 别走看下一节更精彩了 这节更精彩了 我们下节更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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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欢迎回到玻璃鱼区 得要关明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晨 大家好我是温牛 好 接下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汪小飞和大S这个夫妻 最近有传说呢 这个汪小飞趁着大S熟睡之后 参加了一个派对 而参与这个派对的呢 有艺人阿信 还有她的这个莲金 徐亚军 更关键的是 还出现了一群辣妹 于是大家还以为 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些状况 对 就这样一个情况 大家在问大S的时候 大S居然是回来说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 也不想知道 所以我很早就入睡了 而且汪小飞也是做出一个回忆 说大家可能是担心太多了 我只是和朋友去参加一个普通的聚会 大家只是朋友的关系而已 所以我觉得粉丝 是不是也是太过于操心 他们两个的一个事情了呢 简单一句话 那就是想太多了 其实生活在这些年明星的 他们的爱情时刻都会受到考验 明星爱的大考验 熊大林带李光珠见家长 哎呦 李光珠这是走了什么运 这么多美女来生 怪不得 她会害羞成这样 原来啊 李光珠近来因在恋爱战秀节目中 和熊大林被凑成一对 所以这天熊大林可是带着她 一起到香港回娘家呢 虽然对光珠赞不绝口 但原来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呢 明星爱的大考验 熊大林带李光珠 有女万事足 如果说熊大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儿 这话可能一点也不为过 不但轻轻松松把女神收入囊中 如今更喜当爹 收获了前世的小金人 简直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粉啊 节目呢 昨天修杰凯发生一日店长 现身台北出席某药装品牌的开幕记者会 一说起刚刚度过的 这人生中的第一个爸爸节 就是到了现在啊 修杰凯还是激动不已呢 以前都是帮自己父亲过父亲节 那这一次自己即将成为一个爸爸 那以后的每一年我又多了一个节目 那也很开心就是身旁有另一半可以一起陪伴 自在修杰凯与贾经文公开恋情之后呢 两人就常常在微博上熊爱 闪下各路网友的商业 之间的贾经文 更放上修杰凯亲自下厨做的营养晚餐 让不少人大赞 修杰凯真是个居家必备好男人啊 不过毕竟女儿是老爸上辈子的情人嘛 就是不知道这女儿生下来之后 会不会就把老婆丢一边去呢 不会啦 不会啦 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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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也孙变可以吃一下啦 对 孙变 没有没有 不可能啦 因为还是都一样的 对 都是平等的 笑点点评 天心的也太明显啦 调出票房新滋味 破风 票房破意 彭愿拒绝前言秀 八月一来到呀 大战就开启 各种暑期荡星天轮番上映 票房大战可谓是一片硝烟泥满 而片方为了更好的票房成绩 虽然也是卯足了劲儿 闪开了多个城市的巡回见面会 这不昨天彭愿燕就又带着破风再次亮向上海进行宣传 虽说彭愿燕宣传跑的琴 但是呀 这票房成绩似乎却并不太理想 上映了七天才终于破了亿呀 要知道这片中的演员们为了这部戏可都是拼了 什么受伤留吧都不在话下 可是却收获了这样一个成绩 知道男神你会失落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好处菜 没过一个亿 不容易 哎呦 这男神这心态真是赞赞的 不过我说彭愿啊 如今不参加针灸的丹红艺人真心是少数了 而你就是其中之一 看看人家同居的另外一个男主演催事员 因参加某恋爱真秀节目 着实又让自己火了一把呀 就是不知道彭愿是否有意效仿一下呢 基于特别加入了宿托书 我过来真的想过 因为彭愿提到可以加入了宿托书 新年 这人秀 我觉得我们拍戏真的就影像这人秀 希望我们两个时间就会来演戏 所以我演目前来跟演戏的情况 小编电名 真秀烂大街 演好戏是王道嘞 挑出票房新次会 白百合做三十一票房女王啥感觉 要问今年暑期当谁成猫 白百合 白百合 还是白百合啦 节目呢 白百合和导演韩妍 近日就带着最新的影片滚蛋嘛肿瘤军 现身不出宣传 最近的白百合可谓是春风得意 整个暑期当有三部电影上映 春耀季更以二十一票房创造 华语片历史最佳成绩 成为当之无贵的 暑期档票房女王 不知道刚刚登上宝座的女王大人 能否带着新片滚蛋嘛肿瘤军 再创夹金呢 我没有预估 我就希望 桌腰啊 煎饼侠啊 大圣啊 三部优秀的国产影片的高票房 能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不管怎么说了 一个暑期 让白百合一跃成为了三十一票房女王 甚至有坊间传闻 白百合的片中 以及机身一线大牌的行列 呦不知是真是假呢 我还没接信息呢 接了告诉你啊 小编店名 要记着通知我们咯 明星演绎另类回归 拜杜被质疑 整容压力大到痛苦 在这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娱乐圈 新老人的耕地 早已不足为急 而那些已经淡出 公众视线的艺人们的再度回归 总能再度吸引网友们的关注了 结果 成绩两年的拜杜 昨天写全新春集 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十四岁出道的白兔 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形象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越发走上性感路线 当然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 对白兔的容貌的质疑了 让俩姐妹一度接近崩溃 真的有点伤心 因为真的压力真的很大 大到大家没办法想象 就是我觉得大 有时候真的是大到 睡不好 对 可能就是每次在大家面前 就是要保持最佳的状态 那就是我们背后 可能哭了很多次 才可以挤出笑容 乐凡天终于报道 好了 又到了玻璃区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赶快来看一下 主题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 宋倩和冯绍峰 在这要恭喜 这两位幸运的观众 就可以获得 玻璃区送出的大包 以及成想 亲笔签名的专辑了 是的 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帮人偶擦脸的人是谁呢 想要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 米乐豆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区所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 苏醒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 是的 李武多多安 希望大家赶紧来索取喽 今天是周末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锁定 娱乐乐翻天 再见 下周见